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昨夜一場雨 它淋濕了清晨 孤單還不遠 心睡在夢裡 女孩推開窗 收音时的清卷 一点一滴 忽然想起你 你在哪里 谁的心里 缠绕着回忆 不想忘记 不见的远方 消失的翅膀 飞落到的天堂 你在哪里 谁的梦里 流失的曾经 再回不去 想念我再手掌 安静的手掌 没有你 一切都是伤 在哪里 谁的梦里 流失的曾经 再回不去 想念我再手掌 安静的手掌 没有你 一切都是伤 杨静她是我的前女友 真的假的 这开头不错 那我也能猜到 你为什么现在这么烦了 一直练到三年前 她突然就失踪了 可叶玲她非要让我跟她分手 我知道这样对叶玲很不公平 但我还是答应她 你傻呀 这怎么能答应呢 我不是真的想要跟她分手 我只是想出了现在这样的事 大家先冷静一下 杨静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 她随时可能会自杀 所以我必须每一分每一秒都陪在她身边 我顾及不了叶玲的感受 而且 我跟叶玲求婚了 真的假的 行啊 小子 干得不错嘛 她没答应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 杨静美 也是啊 我要是叶玲的话 我也不可能答应你 你知道我已经单身多久了吗 三年多的时间 这一下子 突然出现了两个姑娘围在我身边 你说 我希望她们每个人都好 想让所有的人都好好的 可能到头的结果就是 所有的人都伤害一遍 你想过吗 卓亦凡 要学会取舍 你要有选择 这选择的标准就在于你的内心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叶玲 我不能失去她 我的心里只有她 大姐 不能失去她 ités 多工人 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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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出现 她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去练习 我去帮她 她不得了 你去做什么 你去做بborn 莫莫 SP公司案子的款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打过来 我不知道 催账是你们财务的事 你问我干嘛 是 但是我们已经催过那边的账了 可他们说跟你有约定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约定 但是现在公司账目上 没到那么多钱 你是怎么操作这个案子的 那 我给他们打电话吧 那好 尽快啊 好 喂 你好 我是世纪畅想的莫莫 莫莫 什么事 是这样 我们刚刚那个财务总监来找过我 说你们公司的账还没有到啊 那笔钱 我还不能给世纪畅想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但是你的部分呢 我可以先给你 我 我 我现在不方便说话 我们约个地方聊吧 好 好 请坐 喝点什么 不用了 直接说正事吧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其实也不用你做什么 你在世纪畅想那边配合我们就行了 桌上是文件 你可以看看 这是违规操作 我帮不了你 非常时期 非常手段嘛 但这有违我的职业操守 我再送你一句话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你那个卓亦凡在泡你们老板的时候 想过职业操守这四个字吗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用亲自动手 你就配合我们就行了 你无非就是想中饱私能吗 有错吗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我又不让你白干 你只要入伙 我给你三十万的回扣 这个数不低了 当然 我也不是让你马上回答我 你可以考虑考虑 不过我想再提醒提醒你 三十万不是销售 你得挣几年 现在不费吹灰之力 唾手可得 你还犹豫什么呀 我再想想吧 做事不做 你还犹豫什么呀 我再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 是 我是方宁 您好 我这边是北方人民医院的 您是方建国的家属吧 是 我爸爸怎么了 我这边呢 打电话是想通知您 请您尽快准备好手术的费用 这样呢 医院才能给您的父亲 进行下面的手术 当然时间越快越好 因为这个肾源呢 是有时间保存期限的 还需要多少钱 大概需要三十万吧 因为做完手术以后呢 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费用 我还有多少时间 最好能够在三天之内 把手术费用补齐 这样呢病人会少受些罪 也有时间呢 让他调理好身体 和精神状态 来面对下面的手术 是这样的 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因为我这两天手头比较紧张 但是我一定尽快把钱筹到 我求求您 您帮个忙好不好 就宽限我几天就行 那好吧 我替你争取一下 但是呢 时间肯定是越快越好 好 我一定尽快筹到钱 谢谢啊 你记住了 有困难 我们就一起面对 有坎坷 我们可以一起度过 两个人的力量呢 总比一个人强大 我们两个在一起 要对未来有信心 谢谢你 嬷嬷 这日子过得苦啊 那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 妈呀 就是希望你以后过得好 不要再进入另一个 被病人拖累的家庭了 我不想拖累你 我们俩之间还说什么拖累啊 我真的赔不上你 我们分手吧 我们俩好不容易才在一起的 如果你放弃了 你放弃的不仅仅是我 你放弃的更是我们的未来 我爱你 任何事情我都想跟你一起面对 你知道吗 我们先放弃的 你也不想拖累你 快点 脚怎么了 没事 这个鞋跟很高 走路不太舒服 我背你 我不要啊 这么大人被人看到多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怕什么怕 我会难为情的 上来啊 不要啦 快点 我很重的 我不怕 真的 真的快点 你上位子属小猪的吧你 敢说我重呢 我有一个存折 本来呢 是我打算留着以后结婚用的 但是现在救爸爸要紧 如果你要不嫌以后婚礼简陋的话呢 咱们就拿出来用 哎呀 你别管这个事情了 我自己可以解决的 我不管谁管啊 咱们俩俩一块来解决啊 好不好 那万一以后我们俩成不了呢 所以咱俩必须得成 chicken 来 快吃吧 还疼啊 嗯 来 我看看 都出血了 没事 你泡破了就好 你先吃 等我一下 你干嘛去 别管了 马上过来 你买这些干嘛呀 赶紧吃 一会儿凉了 不要 我要等你一起吃 别动啊 有点疼啊 你忍一忍 你买那个干嘛 你别管了 快点吃 他这个有点疼啊 你忍一忍 等一下啊 五 五秒就好了 五 四 三 二 一 疼 疼 疼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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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那么怕疼还穿高跟鞋 谁让你穿高跟鞋啊 你穿给谁看啊 下次别穿了 你穿了 先吃东西吧 没事 等你一起吃 你说你要买这个 叫我去买就好了 这么多人 你不难为情啊 这样不是让你舒服一点吗 干吗呢 我都跟你说了一点都不疼 我就是跟你撒撒娇啊 真的 不行 我走两步给你看啊 你坐着好好的别动 我求你了 再等会儿 脚放着别动 马上就好了 别难过了 试一下 不疼了 一点都不疼 年年 我看得到未来 我希望你也能看得到 明天我们就继续见好不好 你的家里人就是我的家里人 我希望我们都好好的 好了 我知道了 赶紧起来吃东西 来 快起来 来 这是刚刚翘过鞋的筷子 怕什么呀 自己媳妇 快吃吧 下次别再穿高跟鞋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要不要给你点分不辣的 我怕你脚发炎啊 没关系 你呢 不是 你呢 你呢 我呢 嗯 嗯 然后呢 五千 还差多少 没了 还差二十六万八千多 差这么多 你算是我之前给你的吗 因为之前还有很多医疗费 和透析费都没有结 而且我还拿出一些 做日常开销 你问过凡凡了吗 哎呀不行啦 我已经麻烦亦凡哥很多了 我不想再找他了 别着急 会有办法的 来了 哇 这么晚了找我干嘛 哦 我又是 哦 范范 嗯 方宁的事情 说的方宁啊 我正要跟你聊聊 哎 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有没有想过跟方宁结婚 嗯 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劝你改变一下自己 私底下别老是嘻嘻哈哈的 身为一个男人 要有责任感 两方出现任何一个问题 都由男方来考 这是原则 对了 你前面说方宁怎么了 我 我就是想来 谢谢你之前 对方宁的照顾 就像你说的那样 有什么事 我会扛的 墨墨 你是想告诉我你的决定吗 对 希望你告诉我的决定是正确而明智的 我答应你的要求 我也希望你能满足我的要求 我果然没看错 你是个聪明人 什么条件 说吧 我希望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 就拿到三十万 没问题 我还有一个要求 说 这三十万 就当是我借的 只要我赚到了钱 我就一定会还给你 我希望到那个时候 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好 没问题 钱一收到 搞定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打蛇打鸡寸 你去查查人家的家人啊 朋友啊 女朋友之类的 这不一下就找到突破口了吗 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嘛 是不是 高明 不过给他三十万 会不会有点浪费了 投资 咱们就当是投资 三十万对于这个小莫莫来说 确实多了点 不过回过头来想一想 能把这个项目 拉到我们这儿来做 同时又能阻止 世纪畅想的发展 又能干到卓亦凡 无朝所值啊 张总你说 这怎么能叫浪费呢 高明 来 来来来 成了 进来 我给你汇报一下 方宁老爸生病 默默想休假两天 这种事你决定就好了 不用告诉我 好 你还有事吗 有事 你能接受吗 现在是上班时间 所以我把窗帘拉上了 我已经等不及了 叶玲 我已经想清楚 也已经跟杨静说清楚了 我必须给自己一个选择 这个人就是你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你能接受吗 我帮你戴上 你还是不愿意跟我和好 我愿意 那你为什么不戴上 杨静 还在这儿 我先口头上答应跟你和好吧 试用期三个月 三个月 这也太简单了吧 今天想吃什么 那先说明谁请客 当然是我请客了 我现在试用期啊 行 我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那 想吃什么 买单的人说 热热 对了 新开了一家泰国菜不错 不要了 我最常去的就是 那家火锅 我选择恐惧状 还是你选吧 这个时间看哪有座位吧 好 那等一会儿 我们一起走 那我走了 出去吧 真的走了 走吧 我走了 呢 好 有没有想好吃什么呀 不是说好了吗 哪有座位哪吃呗 好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余地 我手机没带 那走 回去拿吧 别别别 你下楼 我直接开车 门口见 好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一凡 杨静 我知道你现在在躲着我 所以我来找你了 你有什么事吗 一凡 对不起 我那天不应该对你喊的 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一凡 我现在真的受不了了 我希望你能多给我一点时间 等我好起来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再干涉你的生活 好不好 你别这样 你先理智一点好不好 一凡 一凡 我非常理智 我现在知道了 如果我离开了你 我一定会崩溃的 我一定会受不了的 一凡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你再帮帮我 一凡 我知道 你先 我求求你了 一凡 我求求你了 一凡 你先听我说 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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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叶琳啊 爸爸有点话要跟你说 再练一会儿就休息吧 啊 叶叔叔 一凡啊 你今天忙吗 不忙 不忙 哦 不忙的话 今天晚上来吃饭 啊 啊 对了 你把你那个女朋友 也一起带来 呃 这 不碰面 叔叔没别的意思 我 我就是觉得你们年轻人呢 如果能够三个人在一起 当面说清楚 比较好一点 哦 我 我明白 只是 要不我先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晚上就过来 好好好 那晚上见啊 晚上见 叶叔叔 哎呀 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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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杨靖 那个 叶玲的爸爸 他说想约我们过去一趟 不知道 那你想不想过去 好啊 你 你不介意吗 怎么了 不合适吗 你不想让我去啊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怕你会尴尬 我有什么好尴尬的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啊 好吧 那我待会去接你吧 好 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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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 走了 叶叔叔 一凡 你怎么亲自出来了 杨小姐第一次来嘛 对了 杨静 这是叶灵的爸爸 你叫叶叔叔就好了 她呢是叶灵的英国同学 叫杨静 你 你姓杨 是啊 那你觉得我应该姓什么 不不不不 没有 我 我觉得你跟我一个朋友很像 我还以为 你跟他有亲戚关系 我是孤儿 对不起对不起 那请进 叶叔叔 这是杨静自己种的 送给您的 兰花 跟您院子里的花比起来 真是太逊色了 不不 很漂亮 我都不知道叶叔叔 您还喜欢兰花呢 我的意思是 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兰花 我们进去吧 来来来 进去吧 来 请进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来 坐坐坐 来 坐坐坐 来 没没没 赵阿姨啊 客人到了 准备开饭吧 好的 叶玲呢 告诉我您喜欢吃什么菜 我让赵阿姨呢 都准备好了 待会儿你尝一下啊 谢谢 叶玲 怎么才下来啊 叶玲 你的东西收好了 叶玲 对 杨静啊 我听叶玲说 她在伦敦的时候 你总是很照顾她 所以我一直啊 都想见见你 当面谢谢你啊 叶玲是我的好姐妹 照顾她是应该的 您太客气了 好好 其实啊 今天我除了想见你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是想一凡呢 跟叶玲能够当面说清楚 不管是误会也好 或者是不满也好 大家说清楚吧 能够沟通就沟通 如果不能沟通的话 杨静啊 你作为她们的好朋友 我希望你能够帮她们调解调解 我想先说几句话可以吗 好啊 请说 我这次回来呢 遇到了很多困难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叶玲和亦凡向我伸出了援手 让我在世纪畅想工作 这一点我非常感激 我敢摸着良心说 我从来都没有破坏你们感情的想法 但是我也知道 我的出现 的的确确确给你们的感情生活 带来了很多困扰 这一点我很抱歉 但是 现在我想说的是 对不起 叶玲 我决定和亦凡重新在一起了 我们两个经历了那么多痛苦 还能在一起 我想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安排 希望你能祝福我们 冯婷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了 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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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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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叶玲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你让我怎么冷静 她只是一时激动说错话了 说错话了 她像说错话的样子吗 我 你是在骗我还是骗你自己 而卓叶玲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现在怎么办呢 那你想怎么办 好 我想怎么办 我现在让你跟杨静 成为陌生人 你能做到吗 不是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我 我现在跟杨静 完全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感情 我跟她真的只是朋友 她现在真的很需要帮忙 而现在只有我跟你可以帮她 你不可能对她感激杀绝的 你真的把她逼急 她受了刺激 她做傻事怎么办 朱一凡 你还在替她说话 你只担心她会做傻事 你就不担心我会做傻事吗 我 我不是那意思 我 叶玲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叶玲 你误会了 叶玲 你听我解释 你要去哪儿 不是 叶玲 你有什么事 你先下车说好不好 杨静以前跟我情同姐妹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知道 这次不是你的错 这次真的是我错了 现在的结局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 你先下车 就把他们俩扔到多不好 叶玲 卓一凡 杨静今天说的那些话 我们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我要的爱情很简单 我只希望我们俩的爱情当中 没有第三个人 要么选择她 要么选择我 不是 你现在有答案吗 我 既然你放不下的 我们分手吧 叶玲 不是 你先听我说 救铁车一凉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 回去先走了 等等 再 再坐坐 家里好吗 我没有家 我没有家 父母呢 妈妈几年前死于癌症 至于爸爸呢 我从小就没见过 所以就当他死了 那一直你是一个人 是 我 我 我希望你跟叶玲以后 我跟叶玲显然只有以前 没有以后了 对了 我想跟您说 我的母亲叫兰心月 也是从小城市到这儿来打拼的 听说当年还风风火火的 您或许认识他 我 我 也 也许 也许 我那个时候认识的人太多 不记得了 是吗 是吗 我想他们一时半会儿 也回不来了吧 我先走了 好 你 好 好 好 我 所以 不用了 你 我又不是始终想着 你在等着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撑下来 不过今天看来 我回来晚了 对不起 打扰你了 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你回来了 我就什么都不害怕了 星月 我发誓 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我的母亲叫兰心月 她几年前死于癌症 至于爸爸呢 我从小就没见过 所以就当她死了 我从小就会一样 给你带我 你带我 我带你带我 你好,再来一杯咖啡。 等很久了。 我也刚到没多久啊。 这个时间应该是公司开会的时间。 你把我叫过来,是要给我摊牌,告诉我放弃喽。 怎么说的那么严重啊? 其实,我也没有想好,到底要怎么跟你说。 一凡,你认识我那么久了,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和性格。 我不是一个会亲言放弃的人。 虽然我们分开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我想,你会念起我们之间的旧情。 但是我不可以伤害叶玲。 就等吧。 请慢用。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叶玲是个好女孩。 我得救你。 我得救你。 你自己爱的感谢,我 ideal。 我得救你。 我得救你。 你自己爱的感谢,我必须不错。 我该ажу,你带不来。 我必须不想伤害。 我必须不畅。 你自己爱的心愿生。 我必须不开心愿生。 我必须不离。 我必须不知开心愿的。 能不能让我收留你的爱上 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 总好过你说无妨 我们之间仿佛隔着巨大海洋 明明我就在你初首歌集的身旁 为何你还看着远方 坚持停留在过不去的过往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给你温暖同时又必须小心的隐藏 我并不是爱的勉强 只是害怕将你狠狠灼伤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默默守护同时又不能多一点奢望 我还剩下多少坚强 才能压抑快崩溃的疯狂 当眼泪撕心随风的飘荡 能不能让我收留你的爱上 你没有回答 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 总好过你说无妨 我们之间仿佛隔着巨大海洋 明明我就在你初首歌集的身旁 为何你还看着远方 坚持停留在过不去的火光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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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的爱就像不一样 对你使得到火光 你会想捐出什么火光 我对你的爱就像有无限透明的火光